难怪宋江不把护三娘嫁给武松或林冲 你看谁破身后 沦为三流人物 初读水浒传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奇怪 以护三娘的容貌气质和身手 他不应该嫁给武松或林冲吗 要知道的是 武松虽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但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趣 有属于自己的七情六欲 好比武松在张都坚家做事时 张都坚为了给武松下一个圈套 将婢女玉兰许配给了武松 玉兰美丽端庄 又能弹唱好几首美曲 于是武松答应了这门婚事 只可惜玉兰最后成了张都坚谋害武松的棋子 否则武松早就和玉兰结为夫妻 生儿育女 林冲就更不用说了 在尚未落草为寇之前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进军的枪棒教头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子 换作张氏 因为张氏太过于妩媚 竟惹来了高崖妹的疯狂调戏 间接害得林冲误入白虎堂 从而有了赐配苍州 风雪山神庙等风波变故 按照常理 纵将理应将护三娘嫁给武松或林冲 江湖传言 马下武松马上林冲 足以可见武松和林冲是水泊梁山的得力干将 纵将若将护三娘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不仅能拉拢人心 还能让武松林冲淡下子嗣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武松和林冲的后代必定是人中龙凤 有了这些新生力量 水泊梁山何愁大事不成 反观挨脚虎王英 阿亚根就不是一个好汉 书中写道 王英是两怀人士 生的武短身材 人称矮脚虎 他原是车家出身 半路建材起义 便结了客人 结果事发被捕 后越狱逃走 到青州青丰山落草 与锦毛虎雁顺 白面郎君郑天寿一同打家劫舍 可见 王英就是一个贪财好色之人 他的武艺也是稀松平常 就连护三娘都打不过 试问将护三娘嫁给这种人 宋江到底有何目的 是为了拉拢王英 凭借他那低威的武艺冲锋陷阵不成 还是让王英和护三娘 再生几个小矮脚虎出来 为梁山注入新鲜血液 其实宋江之所以不把护三娘 取配给武松或林冲 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切看一看哪位好汉本能 暴打乳之身 却因为破了身 就此沦为三流人物 当时宋江对东昌府势在必得 可让宋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东昌府的守将张青 仅凭一人之力 连败梁山十五元猛将 原来张青练成了一门 投掷飞时的绝技 金枪手徐宁 锦毛虎颜顺 百胜将韩涛 天目将彭己 丑聚马宣赞 双边忽颜拙 赤发鬼流淌 青面兽杨智 美然共诸童 茶翅虎雷横 大刀官胜 双枪将董平 急先锋索超等 梁山十五元战将 都败在了张青的飞时之下 宋江明白 对付张青只能智取 于是让鲁智深 武松假装押送粮草 骗得张青又敌深入 此时的鲁智深 明明知道张青就藏在暗处 可张青的飞时 快入电极如风 竟打得鲁智深 血染当场 可张青上了梁山之后 与穷英杰为了夫妻 二人很快就诞下一子 取名为张姐 张青破身之后 战力明显大打折扣 在征讨方辣的战役里 张青死得极其窝囊 书中直到 利天润赶下官来 张青便挺枪 去朔利天润 利天润却闪去松树背后 张青手中那条枪 却朔在松树上 只要拔石 朔牢了拽不脱 被利天润还一枪来 户上正着 戳倒在地 利天润只是一个二流人物 张青不但无法施展 飞时的绝技 还和利天润拼比枪法 哪怕张青的枪法 做不到天下无双 也不至于刺不重利天润 反而将枪插入大树 拔不出来 被利天润从背后反杀 张青为何判入两人 无非是贪恋美色 将一身武艺荒废了 无独有偶 陶盖尚未离世之时 施奈安就如此写道 那东西村保证 信朝明盖 祖是本县本乡富户 平生仗义书才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 但有人来投奔他的 不论好歹 便留在庄上住 若要去时 又将银两击住他起身 最爱刺枪使棒 亦自身强力壮 不取其事 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你看 这里写得很清楚了 不取其事 终日只要打熬筋骨 就能身强力壮 宋江自然明白这些道理 倘若真将护三娘 嫁给了武松 林冲 谁来给宋江冲锋陷阵